美軍十年來最大軍演海外駐軍一半在亞洲 中共高層信息集體外洩中南海內鬥或白熱化 5月21日中共的一帶一路博覽會在重慶開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宣布開幕 令北京尷尬的是當局原本期待這一博覽會將成為與西方攜手共創美好未來的契機 但受邀的美國和歐洲大公司集體缺席 顯然駁了陳敏爾的顏面 扮襲了差事的陳敏爾恐怕也很難讓習近平滿意 據《日經亞洲》評論報導 來自新加坡、越南、魯窩和其他參與一帶一路的東盟國家 派遣了政府官員出席了這次博覽會 而中共官媒新華社等對西方大公司集體缺席 這次國際投資貿易合談會隻字未提 2018年2月BBC中文網刊一篇題為《美、亞、歐、大國紛紛反制一帶一路四面楚歌》的文章指出 中共高調推行一帶一路在國際社會日益引起擔憂 一個獨裁大國擴展國際影響力 其他大國會袖手旁觀嗎? 1960年出生的陳敏爾是習家軍的重要一員 不過陳敏爾曾主政的貴州、重慶到出沫流 被基為扶不起的亞斗 有分析指出 坊間早就盛存可能是習近平接班人的陳敏爾 下屆日常可謂板上釘釘 但是觀察到無論是中南海給予的信號 還是陳敏爾自己的舉動 對其仕途的暗示都過於怒骨和張揚 這個對陳敏爾未必是好事 日前美國之音刊登資深記者方斌的文章 習近平任其明年屆滿接班問題而鬥重生 文章提出了一個敏感的問題 中共將在明年舉行二十大黨代會 介紹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任期已滿十年 他會像前任胡錦濤一樣進行權力交接 還是打破慣例繼續執掌黨政大權 文章說 英國前駐華外交官蓋斯德近日發表文章 政權在中國更替不僅可能 而且迫在眉睫 文章指出大部分獨裁者 並不是被群眾造反推翻的 而是被高層精英 採取的行動推翻的 他看到了中國正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由於美國聯手盟國對付中共 使中共效於危機 中國的改革派看到 並抓住了這個機會 不過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有則認為 習近平已經牢牢地控制住了中共高層的每一個人 將掌權終身 但他會遇到中共接班人危機 對此 獨立學者榮劍曾表示 中共自無時代以來 就一直沒有解決好最高權力的更替問題 接班人問題是中共的終極困境 現在中共又重新進入了無時代的一個權力怪圈中 中共只要拒絕走憲政民主之路 它就永遠無法走出這個權力怪圈 北京之春的專欄作家張傑則認為 或者中共精英階層擔憂的問題 並不是習近平掌權終身和如何交權的問題 而是中共紅色江山還能持續多久的問題 美中關係因台灣問題越發緊張 現年90歲的前軍事分析家艾茲伯格 日前披露了一份美國機密文件 顯示美國捍衛台灣的決心比外界所知道的更加強烈 據《紐約時報》報導 1970年代曾公布美國國防部文件 證實1958年大陸炮軍金門 美軍曾動念以核武反擊 雖然清楚蘇聯可能反攻 甚至會有數百萬人死亡的風險 但當時美軍評估寧可冒險 也不能輸掉金門 當時的美軍太平洋空軍司令傅特納認為 美方打擊目標可限於中方的空軍機場 以降低美國政府裡反戰聲浪 不過當時的美國總統藝森豪駁回了以核武制中的提案 決定先採用傳統武器 但美方官員普遍認為 除非中共停止奪取金門行動 否則美軍下一步就會動用核武 報導評論這份機密資料觸見當年台海局勢險惡程度 以及美國護衛台灣的決心 比國際社會的認知更為堅定強烈 這對當前局勢具有重大意義 亦有評論認為 現階段大陸軍力遠超過當年 亦擁有核武 如果解放軍現在侵略台灣 美國決策者在思考核武部署時 勢必面臨巨大壓力 美國對華為的強力制裁 導致華為無貨可賣 日前大陸媒體紛紛報導 華為董事余成東道歉一事 該事件亦引來眾網友嘲笑 鼻胎呢? 只要一張嘴就行了 還要什麼機? 23日據農媒報導 從去年9月開始 華為大部分手機型號就進入停產期 就年10月才發布的華為Mate 40系列 也是出貨緊張 到今年1月到4月 華為已經被擠出 手機國產前三名的銷量位置 華為就要由盡登呼了 5月19日 針對華為手機和筆記型電腦等相關產品 嚴重缺貨一事 華為常務董事余成東 正式發文道歉說 四輪制裁讓我們消費者業務舉報為奸 求生存、謀發展 這是我們還能做的產品 因為制裁限制 許多產品無法生產 而導致嚴重缺貨 實在是對不起消費者的口愛和期盼 報導披露 華為手機究竟艱難到哪一步? 現在只有一款華為動苗Mate 40 RS 補時節在這裡賣 原因是這款手機價格上萬 太貴而少有人買 但網友對余成東的道歉並不買賬 聯想到華為之前的種種戰狼言論 網友紛紛留言打臉說 快點把鼻胎拿出來啊 都在這裡等鴻蒙呢 此處應該有掌聲 一位網友更幽默地寫道 Good job Mr. Big Mask Fish 幹得漂亮余大咀先生 為了因應中共的軍事擴張 近幾個月來美軍動作連連 美海軍日前宣布 今下數以萬計的美國海軍和陸戰隊官兵 將共同參加海軍10年來最大型演習 旨在備戰未來與中俄發生衝突時 進行遠距離作戰 據外媒報導 演習將跨越17個時區 實地演習將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舉行 美軍航空母艦 潛艇、軍機、無人駕駛艦艇 以及陸戰隊大約2萬5千名兵力參加其中 這次演習被認為是首次驗證美國海軍執行 分布式海上作戰 以及重新調整艦隊定位的真正機會 美國海軍和陸戰隊正在敲定最後演習細節 此外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稱 全球軍事重心 已經由當年 東西歐冷戰前線以及中東 轉移到東亞 美國已經將一半的海外駐軍移至亞洲 中國與周邊各國的軍力也各自出現大幅增長 而且英國的伊利沙伯女王號航母 馬上要來到印太地區 估計會與美國里根號航母進行聯合演練 共同向共軍演示以實力祝和平 澳洲國防部22號也透過推特宣布 澳洲海軍安澤克級巡防艦巴拉馬塔號 與法國海軍艦艇邊隊在南海航行 以加強兩軍之間的互通性 向中共示警的意味濃厚 中共在2022年將舉行的 第二十大換屆的中共黨代會 就在這個檔口上 位居中共高層塔尖的多國官員和家人的詳細信息 被持續曝光 讓人不由得聯想到中南海的內鬥 日前名為老登的推特帳號 不斷貼出中共高官和家人的信息的截圖 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韓正 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軍委副主席許其亮 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國安部長陳文青、公安部長趙克志、 中組部長陳希、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王小紅 廣東省委書記李希、中紀委副書記楊曉道 中宣部長王坤明等人 他們的身份信息包括身份證號、地址、直貫、學歷等 甚至還有手機號 就連習近平家人的信息也被曝光 習近平的親弟習遠平的妻子 張蘭蘭香港身份的資訊 習近平的姐夫鄧家貴、姐姐齊喬喬 外生女張艷南和李鵬的女兒、李小林的戶籍、 信息甚至手機號碼等 但因為這些信息大都屬於機密 外界很難判斷真假 5月22日老登還發推說 將陸續公布所有中共政治局委員 和省部級高官的身份資訊 與聯繫方式 老登說本來也不想爆料這件事 但因為為了者強行提供信息 自己也是沒有辦法 而對中共來說 如果高層官員他們真實信息集體外洩 可能牽扯到重大的人身安全 甚至是中共的政權安全問題 再見 再見